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也体现出中共内斗的激烈 秦刚和李尚福的被免职也让李强内阁遭到正创 有分析说中共自己把折袖部给扯掉了 10月24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 李尚福被宣布免去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 秦刚也被免去了国务委员的职务 这再次证实了外界之前的猜测 但现在人们更关注的是 10月29日至31日将举行中国第十届香山论坛 这个会议需要国防部长出席开幕式致辞 并且接待外国国防部官员 现在中共突然没有了国防部长 要怎么应对这一外交难题呢 这暴露出中共的尴尬处境 早在12日路透社就率先报道说 95名知情人士透露 常年担任中共参谋首长的刘震丽 可能会接替李尚福任国防部长 香港《明报》报道说 由于中共军方高层正经历一轮大清洗 中共为了求得稳定 不排除由习近平的亲信 排名第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 出来担任国防部长 《明报》也认为 现在中共国防部长一直悬缺 即可能是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中共高层为求稳定 不想随意添补空缺 另一个原因则是 中共国防部长是一个象征性的礼仪角色 主要负责和外国军方往来 位高却全不重 只能可以让任何的其他高级将领来替代 比如上周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有霞就代替李尚福的职责 接待了塞尔维亚副总理兼防长 李尚福已经消失了将近两个月 而中共国防部长的人选到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 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中共问题专家恒河认为 习近平现在可能对防长人选拿不定主意 在这段时间 中共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接连出事 在国际形势变化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没办法做决定 因为这牵扯到各个军种平衡的问题 士兵人士李林一表示 现在中共各派都在基于国防部长的人选 大家都想争这个职务 所以到现在人选都不定 而这也反而暴露了中共的内斗 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中共防长的空缺 表明中共的内部出现了危机和动荡 而秦刚和李尚福的被免职 也凸显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尴尬和无力 因为李强的内阁 现在只剩下王小洪、吴正龙、慎怡勤这三个人 25日时政评论员杨威在大纪元撰文说 中共五个国务委员现在只剩下三个 这样中共对内对外面子都很难堪 虽说李尚福和秦刚都是中共的国务委员 但无论是他们的任职还是免职 身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强都没有发言权 这也显示出 中国国务院和中共人大的遮羞部 都被中共自己硬生生的给扯掉了 日前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以及珍珠党三个柳秀秘密碰面 讨论如何采取行动应对以色列的进攻 而伊朗支持的团体近日多次袭击 驻扎在中东的美军 布林肯对伊朗发出严肃警告 据CNN报道 25日当天 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哈森纳斯鲁拉 和哈马斯军事领导人萨利赫阿鲁里 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秘书长齐亚德纳哈拉 进行了会面 黎巴嫩珍珠党声明说 我们做了一些评估 抵抗同盟各方在当前这一敏感阶段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以在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抵抗中真正获胜 并制止针对我们民众的侵略 这显示出 他们正在对以色列的地面攻击 策划如何具体应对 而哈马斯依然对以色列蠢蠢欲动 以色列军方表示 24日傍晚 以色列海军部队在加沙市的海岸边 发现了从隧道潜入海里的哈马斯小队 已经立即向潜水员开火 击毙多人 以色列还出动一架战斗机 专门空袭了派出前水员的哈马斯营地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也再获战过 25日 哈马斯北汉尤尼斯营的指挥官 泰西尔·穆巴什尔 在以军的空袭中丧生 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穆巴什尔这些年来 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公民 进行多起恐怖袭击 而以色列一边要准备和哈马斯开战 一边还要应对叙利亚的攻击 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24日晚间 叙利亚朝以色列发射两枚火箭 以军则在25日出动战斗机 对叙利亚军队的军事设施 和迫击炮阵地进行空袭 而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 最近也持续受到伊朗方面的袭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18日至少有两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攻击了美国驻叙利亚南部的 Al-Tenafu军事基地 一架无人机遭到美军击落 但有20名美军受伤 18日当天 驻扎在伊拉克西部的美国和联盟部队 也遭到无人机的两次袭击 四人受到轻伤 24日美国五角大楼西门秘书 帕特·赖德准将证实说 在过去的一周里 美国和联盟部队在伊拉克 至少受到10次袭击 在叙利亚的驻军也被攻击三次 攻击方出动无人机和火箭 袭击军队人员 赖德表示 发动袭击的团体 得到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军的支持 对此 24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布林肯 在会上表示 伊朗代理人 进行多次袭击了 驻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 布林肯警告说 美国并不打算和伊朗发生冲突 也并不希望这场以哈战争扩大 但是 如果伊朗和代理人在任何地方攻击美方人员 美国将果断迅速地捍卫美国人民和安全 日前 随着台湾大选临近 切记连出状况 有分析认为 是中共在背后搞鬼 有媒体人呼吁说 应该冷静地做出 最符合台湾利益的判断 台湾大选竟在弦上 最近也频出状况 先是中共大张旗鼓的调查 富士康 对郭台铭施压 接着突然传出民进党逃色新闻 23日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赵天琳出轨中国籍女子 24日上午 赵天琳公开道歉 当天晚上宣布 从高雄市第六选区立委连任竞选中退出 而民进党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也被曝和非国女子的传闻 对此 郑文灿专门发表严正澄清 说该视频是由四段不同时间的影像 简洁拼凑而成 有多个不合理的地方 以对该视频的散播者做出提告 还强调 我不是影中人 国民党参选人侯友仪在23日召开记者会 表示当副首副总统搭档 柯文泽参选也可以 柯文泽对此并没做出明确表态 但外界持续关注台湾最近突然爆发的这些状况 并且做出分析 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在社媒发文说 近日台湾的事情多到让人应接不暇 总统选举情况好像开始猪羊变色 这形势逆转 石板明夫指出 这几招出手可谓是文准狠 无论是拿捏的时机 还是爆料的方式 都是恰到好处 特别是赵天林的照片 显然是在很久以前就准备好了 选在这个时候放猪 一箭封喉 干掉民进党议员大将 石板明夫认为 这些高招应该不是台湾在野党能够想出来的 他表示 传出的赵天林和该女子照片 基本上是那个中国女子伸长了手臂 用手机自拍的 而他手机里的这些照片 原版应该在对岸当局手里 这些事给他的感觉是 对岸终于出手了 石板明夫直指幕后的中共说 对岸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终于选定要支持候选人 跳下场来了 而如果是对岸 那一定还有后手 他认为民进党还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处在挨打的境地 但他也对台湾选民做出呼吁 台湾的选举就被这样赤额裸的进入 大家心里不生气吗 每一张选票都在台湾人自己手上 每个人都应该冷静的做出 最符合台湾利益的判断 才是最重要的 日前网上突然传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心脏奏停的消息 该渠道甚至表示 普京最近的所有路面 包括出国都是替身在做 而他最近的一次外访 就是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克里姆林宫对此进行否认 23日最终克里姆林宫的Telegram频道 JanoSVR对外披露说 普京在22日晚上心脏奏停 职办人员听到总统卧室里有跌倒的声音 赶快叫医护人员对普京进行心肺复苏术讲究 并把他送到特殊重症监护室 该账号还说 普京最近的所有路面 包括出国访问 都是替身完成的 而普京的最近一次出国 就是参加10月18日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 24日 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被问到这一消息时 他表示说 他一切都很好 这绝对是另一个假新闻 当记者问普京是否用替身时 佩斯科夫忍不住笑了 罗头社还特意引述佩斯科夫的话说 这属于荒谬的信息骗局 只会让人一笑置之 25日 JanoSVR又爆料说 普京的病情在过去一天里都没有好转 主治医生说 奇迹不会发生 要亲人做好最坏打算 但外界还无法证实该消息的真伪 Telegram频道JanoSVR的身份不详 待会定期分享和克里姆林宫有关的最新消息 并且多次提到 普京的健康状况因肿瘤和其他一些疾病导致恶化 还说 普京的这起心脏奏停事件让总统的核心圈子十分震惊 克里姆林宫对这起谣言一直是进行否定 今年的7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表示 据该机构所掌握的情况 普京的身体非常健康 这段时间 中国大陆出现打鬼子直播走红的现象 有不少网友指出 问题出在中共 拉低民族智商 最近 中国抖音平台一些视频创作者通过打鬼子直播赚钱 即把中共的所谓抗日内容影视剧经过剪辑再配上所谓的鬼子进行曲的音乐 主播把平时直播中的礼物变成武器 让网友花钱刷出相应特效 如手楼弹偷袭和机枪扫射 以及飞机轰炸 全屏幕导弹发射等 这时视频上就会出现网友选择的特效 如屏幕上的鬼子会成牌的倒下等 主播用这种方式煽动网友情绪 在渲染气氛的同时获取收入 一场直播下来 一般会有上星网友收看 有主播因此 在单场就能赚取上千元 这些主播们还收费招学徒 把这种打鬼子直播的软体 操作方法和素材都打包出售 费用从100到200元都有 一名视频创作者说 网友只付299元就能学习全部的直播教学 还能在多个网级网络平台做直播 而且可以随意切换打鬼子画面 对于这种简单而又能满足部分观众的 好奇心理的视频创作 网友们议论纷纷 并把问题根源指向中共 鬼子好傻 就这么傻的鬼子差点让我们玩了 到底谁傻呀 娱乐无极限 这不是娱乐 这是衬托自己的傻和无能 张口消灭 闭口灭足他人 自己和法西斯又有什么区别 正是历史 灭向未来并不是说说的 现在网上只要骂小日子 都是对的 感觉拉低民族智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关注